第1章 西班牙国王 马进而是不得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马进喝场以比林战胜圣安德鲁 比赛第8分钟 马丁斯右路带球盘带内切后一脚地设打得太整 皮球被塞格维亚稳稳抱住 第16分钟 大进区外的勒马尔里脚抽射颇具威胁 皮球被塞格维亚身勇扑出 第20分钟 勒马尔左路送出横翘 大进区外的勒马尔里脚都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第24分钟 沈安德鲁前场左侧 获得一个位置极佳的定位球 阿尔克维尔开出的任意球日过人强后 稍稍高足球门衡量出了底线 第33分钟 马进前场打出一次流畅的进攻配合 勒马尔前场将球移坐 大进区前的比托洛的球后 顺势送出一脚直塞迅速插上马丁斯一脚地射 破门得分 零到一 客场作战的马进射先破门 第45分钟 勒马尔大进区前送出直传球 进区左侧的球的湖安弗兰送出横敲 得球后的马丁斯一脚近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大场战法 马进客场暂时一比零领先于圣安德鲁 一边在战第52分钟 大进区外的马丁斯一脚远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第58分钟 马进前场获得一个位置较远的定位球 马丁斯开出的任意球 将球打偏 第60分钟 本场表现不错的勒马尔被换下 科维亚替补上场 第78分钟 进区右侧的圣地亚哥阿里亚斯送出横桥给他进区 门前的卡利尼西慢了一步 没能碰到皮球 后点跟上的马丁斯一脚抽射将球打飞 第82分钟 哈提大进区前的球后 转身一脚抽射 皮球被反应神速的阿丹神用扑出 第90分钟 圣安德鲁大进区前 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 阿尔克维尔拍出的任意球越过人墙后 将球打高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马尽赫场1比0战胜圣安德鲁 比赛队 圣安德鲁4-4-2-3-洛佩斯 12特文尔 8格雷罗 3塞格维亚 5阿尔泰罗 6加里哥 7菲利佩 58罗德里格斯 4古安玛 2比利亚尔 9木 尼奥斯66哈吉 11互库 马德里竞技4-4-2 1阿丹 4圣地亚哥阿里 亚斯 15萨维奇 35蒙特罗 20胡安弗兰 5托马斯 4罗德里 11了马尔 60了马尔 23比托洛 9卡利尼奇 18马丁斯 15萨维奇 23 20 20 20